大家好, 又到了我煲汤的时间 今天教大家煮一个很有益的家常汤水 就是粟米酥猪横利瘦肉汤 我们来看看材料 材料有 猪横利一条 瘦肉半斤 新鲜的粟米酥二两 扁豆尺小豆 割一两 蜜棗三粒 果皮一个 材料就是这么多 猪横利和瘦肉 我已经预先飞好水 新鲜的粟米酥 在街市很少 看到有得买 看到有得买 这就是二两 我买的时候 要预多一点 因为它有黑黑黑的部分 我们就不要了 剪掉它 好了 我先处理材料 好了 材料洗净了 处理好了 水都准备好了 这是3公升的水 煮滚了 现在可以开始煮这个汤 这个猪横利 不是猪的蜜 它只不过是一条蜜 其实它是猪的蝴状 好了 现在 加些材料 如果大家想买猪横利 就要早一点去买 因为如果下午去买 就可能没得买 好了 现在用中大火煮滚了 然后转小火煮 煮一个半钟 这样就可以了 汤已经煮了一个半钟 已经煮好了 我就下了三分二茶匙的盐 现在可以关火了 这个汤很清甜 如果大家下次 逛街市看到有粟米酥 不妨买来试一下 粟米酥猪横利瘦肉汤